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急速追杀》 《急速追杀》系列电影靠着出色的枪战情节 打架斗殴情节获得了一大批粉丝 而且据说要在明年出第三部了 今天我们先来解说一下第一部 电影开头我们看到了男主角 陪伴在躺在病床上的妻子身边哭泣 原来他的妻子得了癌症快要死掉了 妻子永远合上眼的那一刻 男子的男主角 痛哭流涕却再也无力回天 在男主悲痛了一段时间之后 收到了一个快递 竟然是一条狗 狗的笼字上贴了一封信 原来这条狗是妻子领死前给他买的 希望自己不在的时候能够有狗狗陪伴他 看到妻子的自己回忆又涌上心头 男主再一次大哭后和狗狗开始相依为命 这条狗还挺懂事又乖 故事看着很温馨对不对 退休老干部和狗狗相依为命 不错了 这之后的剧情完全不是这个杰作的 顺时间出来几个讲俄罗斯语的小混混 想抢男主的车 男主不给 于是他们打趴了男主 还杀死了狗狗 可怜的狗狗刚刚出场就领饭盒了 小混混回到家 和爹炫耀自己抢车 然而爹脸色大变 我去 你抢别人的车不行呀 非要抢男主角的车 人家男主角可是以前的王牌杀手呢 小混混一脸懵逼 男主这边准备报仇 小混混的爹却派了手下去刺砂糖 男主以一抵摆 马上杀死了所有的敌方手下 路过的警察看到了尸体 但是对于杀人行为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之后男主打电话 喊来了许久不叫的外卖 职业收尸 一顿整齐利落的打扫现场后 男主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但是在一通非常帅气的枪林弹雨之后 小混混还是逃跑了 为了保护不争气的儿子 小混混的爹派了更多的手下 男主觉得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 于是逃到了和平饭店 这酒店很神奇 反正他们可以保证住在这里面的人 不会被杀就对了 躲在这里的男主不甘心 决定出去反杀 于是他找到了小混混杀掉 并且通过酒店的情报 找到了正在跑路的小混混爹 在赤手空拳的决斗后 也把他给杀了 最后重伤的男主闯进了宠物收容所 再次收养了一只狗狗 总有人说黑客帝国里 基努里维斯已经过气了 但是这部电影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